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炸油饼 如果您不会油条的做法 可以试试这款炸油饼 简单好操作 保证您一做就会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大盆中放入普通面粉300克 酵母3克 白糖15克 打入一颗鸡蛋 用180毫升的温水 先把酵母化开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 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特别柔软的面团 盆中放少许的面粉方粘 放入面团 盖上盖子发酵至两倍大 案板上稍微多撒一些面粉 拿出饧发好的面团 千万不要搓揉了 直接整理成面团 面团上也撒些干面粉 轻轻按压扁 用擀门杖擀开 擀薄 擀成厚度大约在0.2厘米左右的搭薄饼 用小碗扣出一个个小圆饼 取出剩下的面 继续按压 然后把两个小圆饼重叠在一起 整理一下形状 利用一根筷子 压出十字花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十分钟 锅中放油 油里放入一根筷子 看到筷子旁边冒小泡 证明油纹已经达到5成热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生坯了 放入生坯 全程一定要小火慢炸 炸至生坯飘起 翻面 全程要不断的翻面 小火慢炸 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看着有没有食欲 油饼就全部出锅了 看一下外部是金黄酥脆的 看一下里面 里面轩软香甜 有着油条的口感 但是比做油条要简单很多 如果您喜欢就赶快吃吃吧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明天见